很多朋友都炸裂了 收到非常高的房产税单 有的涨了非常多的10% 20% 那么我们来看如何减少交的数字 有一个办法叫做房产税封顶 Platform Mode 可以让你的房地产税交的数目 不超过年收入的50% 比如有的朋友收入是零的 那么就不用交了 收入是一两百欧的 那就交个50% 那这个减免有严格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主要居住地条件 房子必须是你的主要住所 就是你在24年1月1号 住在这套房子里面 度假房租给学生的公寓 这些都不符合封顶条件 第二个不能有巨付税 如果你在23年有缴纳过巨付税EF1 那么你也不能够申请房产税封顶了 第三个收入的限制 申请的前提是你的23年的总收入 不能够超过某个数字的上限 这个取决于家庭人口还有所在地区 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表格 比如你们是两个人带一个小孩 23年的收入就不能超过46905欧元 如何申请呢 即使符合以上条件 房产税封顶并不是自动生效的 必须自己向税务局申请 需要填写表格14770 或者是2041DPFTST 可以通过邮寄或者线上上传 申请实现 最迟要在12月31日之前提出申请 即使申请获批啊 你认许先缴纳房产税 然后再退还多交的部分 年底快到了 各种公司啊 个人的减税 大家记得做哟 不知道如何减税 也欢迎来问 给我点个赞再走吧 拜拜 拜拜